再看第八章负债 第八章负债说的比较low 实际上已经掏空了 为啥掏空了 你看负债里面有很多大项 比方说应付职工薪酬 人家单独乘一张 比方说负债里面的应付债券 人家在集中工具里面说的 这张的话呢 实际上已经拉下来的东西 就是留下来的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可讲了 他提了几个 你比方说流动负债说了个啥 流动负债说了个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我前面给你铺垫那个专题二 是不是讲过什么应交增值税 应交消费税 对 在那除了这俩税之外 还有什么 资源税 承建税 教育费服务家 印花税 房产税 土地省税 这一堆在这就讲 这个税金这个东西 实际上作为会计来讲 的确应该知道 但是从住会的考试风格来看 我觉得税金肯定不是主角 但是 2021年考了一个什么题 是一个计算题的一个环节 居然考了一个我们书上 根本都没有讲的 金融资产的那个增值税的角 有啥问题 问题大了 他那个题的话呢 是初级会计事务的题 你咋知道呢 哥们同时教初级 教中级 教住会 只有我知道那个题 是初级的题 跑到了住会里面出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住会出题啊 已经开始 漫无边际的圈了 就是只要跟会计 沾边的他都考 即使书上没有的 那么这个归属的话呢 应该归到这张 流动负债 因为那个应交税费 而且应交税费里面 有特别多的什么税控系统的 税控设备的 税收优惠的这个东西 都在这有 他考的这个东西 都是从鸡脚杆里面 给你抠出来的题 这种题考的话 真没招我也没法 因为费不全 但是他考的东西 都是比较偏的 那你掌握的话呢 你不能奔着偏的去准备啊 你得先准备常规的 流动负债 就准备一张税费就够了 当然还有什么应付账款呢 什么这个 预收账款呢 这些东西都是基础知识 但他不是主角 非流动负债 说的就是应付债券啊 可转债啊 这个东西 应付债券 咱这本书讲了两遍 我不知道他这个编书的人 怎么想的 在负债这块讲了一次 在金融工具又讲一次 包括那个可转债 也是讲两回 这讲一次 在那个金融工具又讲一次 叫混合证券嘛 这块呢 不是他特别重要 是他编书的话呢 明显的在组织资料时 没有像我这样 通盘的都读一遍 请问天下 有几个人能够将这本书 通读好几遍呢 只有我 我这一年的话呢 这本书都读二十遍到三十遍 我知道哪些书稿的话呢 有明显的重复 这就是重复点 负债这张 应付债券 重复两回 总之这块的话呢 没什么实际的靠点 都是比较散的一些琐碎的点 到时候我们讲课是在细说 来往下拉 第九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 它是负债里面的一个内容 叫应付职工薪酬 对应付职工薪酬 以前哪年出来的 这个准则出来的时间是 201415 差不多那时候出来的 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准则呢 在出来之后 注册看机师考个大体 后来的话呢 这个职工薪酬的考点 主要集中在单选呢 多选呢 这个角度 一般没什么可挖掘的 对职工薪酬的关键点 集中在包括几个内容 包括几个内容 包括什么呀 包括那个 短期薪酬一个 离职后福利一个 辞退福利一个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一个 对这么几个 这里面最麻烦的是 短期薪酬包括几个 大概有九个 那个挖针背不全 你大概回头背一背 短期薪酬具体包括谁 短期薪酬这块呢 除了内容之外 还有一个费用的归属对象 一般的短期薪酬的费用归属 比较简单 就是它是什么港 你就寄什么费 比方说它是一线工人港 那就走生产成本了呗 而且基于他提的什么 养老险呢 这个险那个险呢 叫四险一斤吧 都走生产成本 这是一线港的 生产管理港的 像车间主任的公司 走的是制造费用 行政港的走的是管理费 销售港的话走的是销售费用 工程人员呢 走的是在进工程 这个思路基本是这么一个 评判的标准 包括那个研发港呢 走研发支出啊 这个费用对归属要费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的挖的考点 就是这个非货币职工福利 简单的时候 就是给职工发产品 发东西 比方说这个主要包括什么呢 一个是把产品发给员工 把产品发给员工 按照增值税条例 叫适通销售 也就是说他整个的会计核算 相当于是把产品卖给职工 你懂我的意思吧 就相当于把产品卖给职工 只是不要他的钱嘛 那么你的代价算什么呢 我给职工付出代价 就是按照产品的公允售价 和增值税打包 认定他的代价 这个分路呢 回头再细说 在这你先知道 这个点是经常考的 适通销售 还有一种情况呢 不是把产品给职工发 是把东西买回来给职工发 买回来给职工发 叫购进商品用于职工福利 这个的话呢 信向税是不得抵扣 要入期成本 叫信向税转出 人称不予抵扣 俩拉第三个 是让职工免费用你的车 用你的房子 这个车和房子 也可能是咱们呆们自个儿的 也可能是我令的 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这都算给职工福利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买他房子 花了一千万 卖给这个高管 只卖他一百万 便宜了九百万 为了什么呢 因为他要我在这干十年 我的九百万 相当于是留住他 而付出的一个代价 这叫什么 提供补贴和服务的这种 所谓的职工薪酬 非互为福利 我刚才聊的这四个都要会 另外呢 对于难以认定 受益对象的 就是这个福利 不知道是给谁的 怎么办 都做管理费 简化 带薪缺勤 这个说的是谁 带薪缺勤分 累积和非累积 我们在这儿呢 一般主要是盯了一个年休假 年休假有累积 非累积之说 像婚假产假 桑假探亲假 是只有非累积 没有累积的 那个没有累积的 累积的话呢 就急了 结婚七天 你就歇了五天 工会主席说了 不要着急 下次结婚 我给你补上 一巴掌就戳过去了 你这什么意思 你还让我再接一次 这样做不行 这样做的话呢 会打出人来 人命来 打出人命来 那在这儿的话呢 这个累积有的考 非累积 没什么可考的 累积的话呢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 今年的话呢 年休假十天 我就歇了五天 有五天省下来 我下年要用 比方说下年 我要用四天 我得测算出 预计用多少天 然后它的代价是多少 即它的当期费用 借管理费用 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代季应付 职工薪酬 测算出第二年 要用多少 可能在当年 省下来的 代新休假额 然后在第二年 根据它的实际休假额 再进行多退稍补 进行调整 这个问题呢 我们讲课是在细说 主要是这个累积 代新年休假 它的账怎么做 设定提存是啥东西 设定提存是 养老险跟失业险 这个和刚才的 短期薪酬的 归属方向基本一致 因为在短期薪酬里面 包括了 医疗险 工伤险 这个要会做 跟它的职工所在岗 直接挂钩 设定收益计划 22年的这本书 它把这个设定收益计划 里面非常复杂的核算 采取的是 咔咔咔 都给签了 签完之后呢 设定收益计划就彻底不可能出大题了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理论 有这么一回事 啥叫设定收益计划的 就是单位给你许诺 好好干 从你退休后 到你仰 价价和稀有 我每年给你一根黄金 这叫设定 设定收益计划 这种事就像做梦一样 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说这种情况太少见 只是提一句 核酸颜色要会 斯队福利所什么 管理费 没了 再来看第十章股份支付 股份支付可是个大头 股份支付按理说是个小问题 但是从注册会计师的考试来看 这个考试的频率 包括它的出题的这个大小 跟长期股成投资有一拼 股份支付里面 要说最简单的就两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对这两个核算的 具体的原则和账 必须要会 这个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筑块考股份支付 一定是从最特殊的角度考 比如说什么 母公司给子公司高管 发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或者叫集团内部股份支付 这是经常考的一个点 再有的话呢 就是什么 限制性股票 就是我发给你股票 然后呢 服务期满了之后 我再给你解锁 这种情况最恶心 这个考过两回了 都是大提 限制性股份 还考过啥 什么提前行权 什么修改行权条件 等等这些 也就说呢 我们这个股份支付啊 你除了掌握最基础的 权益结算呢 现金结算 他最喜欢考的是 各种特殊情况 我告诉你 他这个特殊特殊的 什么程度 就恶心的 机甲嘎蓝去抠 比方说 集团内部的股份支付 对于集团的那个什么 美股收益的计算 有什么影响 也就说 他一定会给你扯到 什么那个美股收益啊 或者其他章节啊 给他交叉一下的 然后把这个点呢 给你一下就拉得非常难 所以说股份支付 这是一个重点章节 我们在这只是提醒大家 这一章 除了掌握基础的理论 基础的计算 基础的账务处理之外 最要命的是 把一些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 我再说一遍啊 比方说集团股份支付 比方说什么修改 偿还条件 或者叫行权条件 然后什么提前行权 等等这些 还有一个最常考的 叫限制性股票 就是个解锁和不解锁 解锁不解锁又分什么 现金红利可撤销怎么办 现金红利不可撤销怎么办 哎呀 那个提啊 恶心的要死 你知道吗 每次做完之后 都都吐半天 都有生理反应的 所以说那种提 他是最喜欢考的 第11张借款费用 这一张反而比较温柔 为什么温柔 因为它本身 没法出成太大的提 借款费用资本化 说到底就一件事 给你一个借款 让你算资本化额 首先从借款费用来说 包括三大项 一个叫辅助费 一个叫汇赛 差额 一个叫利息费 这个辅助费的资本化 比较单纯 只要卡到那个资本化 截止之前的辅助费 通通资本化 而汇对差额 必须是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差 方可有条件资本化 而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差 必须是从开始资本化 到听着资本化 这个期间资本化期内的 所有的外币专门借款汇差 通通资本化 俩了吧 第三个 就是利息费 利息费这事 分专门和一般 专门怎么玩呢 专门的话呢 是卡一个开始 卡一个截止 资本化期啊 所有的专门借款 在资本化期内的所有的利息 嘎掉它的闲置资金收益 构成其代价 是专门的 一般呢 一般的话呢 恶心在 它必须得几何资产代价 它卡到资本化期 没毛病 但是必须是资本化期内 花到工程里面去的 那个钱的利息费 才可以资本化 也就是说 你得花钱 你不花钱的话 是不可以资本化的 这是 应该是四个 你看 辅助费资本化 会对差额资本化 专门借款利息费资本化 一般借款利息费资本化 还有一个 混用 当专门一般 混的一块怎么办 把它拆成两体 先用专门 再用一般 来你看一眼 资本化条件的界定 一般的 专门的 混用的 其实是这仨体 看见没有 这仨体 这张没什么东西 就这么点事 借款费资本 我觉得它更喜欢 解和谁 解和固定私产考 它注册会计师考 借款费 一般的话 就是在固定私产的 取得路径里面 加了一个 借款费资本化 比方说固定私产 通过什么债务重组 拿到的固定私产 有一个安装期 然后借了一笔钱 借款费资本化 入固定私产成本 一般来说 借款费资本化 通常是这个 题的一个配角 是一个分支 是一个点 难度不会太大 它也出不成太大的题 它因为它没有 扩展的东西 它不像股份支付 一扩就跟 和平棒棒扯一块了 一扩就跟 美股收益勾搭在一起了 借款费资本 比较简单 单纯 比较纯洁 一个纯洁的借款费资本 是出不出太大的题的 再看第十二章 会有事项 第十二章会有事项 是非常单纯的一章 这章内容很简单 但是这章 虽然它单纯 但是呢 经常被人利用 被人利用到什么程度啊 你比方说会有事项 最喜欢解合 资产负债表 日后调整事项 你想想 一解合调整 这个就是综合题了 还有一个 经常解合所得税 只要谁沾上所得税 这个题的质量瞬间就上去了 注册会计师 好像不提索的税 总觉得不像注快考题一样 或有事项 这张难度很小 第一个叫 或有事项的确诊条件 或有事项 这个事实际上是三件事 你比方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方说 A公司诉 B公司商标侵权 就是告B公司 说你侵犯了 我A的商标 我让你赔钱 在这种情况下 这叫味觉诉讼 没打完的官司 在没打完的官司的背景下 B公司如果是理亏的那边 那在这儿呢 他要根据他的理亏的幅度 比方说 是个现实有 而且很可能赔付 金额还可靠计量 这个时候 B应该做预计负债 如果说呢 不是现实有 或者说呢 没有可靠计量 或者说呢 没有达到很可能赔付 总之刚才说的三句话 有一个到不了 它叫货有负债 接着货有负债是不可以做正式负债确认的 而A的话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的话呢 它都叫货有资产 这个呢 是不能做正式资产认定的 也就说货有资产是站在索赔方 预计负债 货有负债是站在赔付方 它们仨统称为货有事项 那在这呢 头一个就是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几个 仨 现实义务 很可能 金额可靠 三条同时具备做正式的预计负债 第二个是它的确认和金额方向 费用的方向是这样的 如果是产品质量担保费 是列到销售费用 如果是速通费 走的是管理费 赔付是走营业外支出 一般是三条线 在这呢 一般来说 它的分路是借刚才的三个代价 带的是预计负债 等官司判了之后 转为正式的其他应付款 然后再去还去 但只有一个特例 比方说产品质量担保费这个 产品质量担保费 的确它应该是转个其他应付款 但是为了省事 它就直接冲预计负债 把问题省事了 一般的话呢 只有它是不需要转其他应付款的 第三方补偿啥意思 第三方补偿就是别人赔你的 当基本确定别人赔给你的话 方可做其他应付款 而且它冲的是银外支出 一般来讲 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金额怎么定啊 这个预计负债 它给了是三条线 如果你赔偿人家的额度 有一个上下线 而且每一个数额的发生概率是相同的话 按上下线算平均 没有上下线 按最可能的算 说这俩的话呢 这个都不是 是个概率分布的 你像那个产品质量担保费 它一般弄的是加权平均 这个呢 我们回头讲课 是在具体的计算啊 货有负债 货有资产怎么披露 刚才你也看了 货有负债是指的 没有到刚才的三个条件 没法做同时满足的 这个赔付方叫货有负债 它一般的话呢 顶多是披露嘛 货有资产的话呢 是站在收赔偿地方叫货有资产 它这个有一个披露的原则 货有负债一般的可能性极小的是不披露 除非是未决诉讼 未决仲裁 什么担保 还有什么 商业成对货票贴线造成的货有负债 这四个 不管可能性多么小都要披露 除了他们四个之外 极小的可能性是不披露的 这是货有负债啊 货有资产的话呢 是 很可能才够四个披露 你看它这个一松一紧 你看货有负债是 可能性极小的可以不披露 但是刚才说那四个特例 是都要披露 那就说货有负债 它披露的范围要宽得多 而货有资产的话呢 只有到很可能才够四个披露 带执行转亏损 有这么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纯赔的情况 第二种呢是产品没有生产出来就赔的 第三种是产品已经存在 进行销价减值处理的 重组中构成预计负债的是三项 一个叫遣赞费 强制遣赞 还有一个叫自愿遣赞 还有一个不再使用的那个租赁的 那个设备的撤销费 这三个呢都是在重组中形成正式负债的三个内容 应该放到预计负债的组合里面去 来再看第十三章金融工具 这是个大头 金融工具这个内容呢 它的整个的庞杂的工作量要高于长期股权投资 实际上严格来讲 长期股权投资也算一项金融资产 只是长期股权投资因为它个儿太大 人家单独成为一个准则 其他的话呢叫金融资产 整个这个金融工具如果说权的话呢 是三个内容 一个叫金融资产 一个叫金融负债 一个叫权益工具 这个呢我简单的给你摆一下 发行方如果发行的是股票 发行方管这个叫权益工具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带股本带资本公积股本一家 发行方发行的是债券 发行方带的是应付债券 当然也可能是交易金融负债 这叫金融负债 买方的话呢 无论是买股票买债券都叫金融资产 买股票的话呢 如果达到重大影响或以上 它叫长期股权投资 达不到重大影响叫什么 交易金融资产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买债券的话呢 这个分成的是 如果你买债券打算有能力持有着到期的 它叫债券投资 短线操作的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两者之间的叫其他债券投资 这是它的一些标准 你看这个叫金融资产 这一边叫权益工具 或者叫金融负债 那么在这他们仨统称为金融工具 这个得知道啊 它的分类 重分类是什么意思 重分类是针对于什么 债券投资重分类为其他债券投资 其他债券投资重分类回债券投资 他们俩 另外的话呢 债券投资和短线之间的相互 包括短线与其他债券投资之间的重分类 就是说的这六种 因为他们仨的话 相互之间嘛 六种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点 来 交易性金融资产 短线投资这一块呢 作为它的主要的切入的考点 集中在入账成本测算上 要是买股票的话 是买价减去以宣没发的红利 买债券是买价减去到期没收的利息 但是交易费是不够成其成本 短线的交易费是借记的投资收益 处置时的投资收益 也叫处置时的损益影响 是用它的卖价也叫净卖价 啥叫净卖价 就是卖价减交易费差价 叫净卖价减它的余额来到期 累计投资收益有三条线 分红 到期利息 处置时的投资收益 还有一个叫交易费 持有期的分红是说的股票 持有期的利息到期说的是债券的分死结息 到期的利息 这个都走投资收益 然后是卖掉时的投资收益 还有交易费 交易费是借记投资收益 三条线 三个主要指标 主要考他仨 债权投资考啥 债权投资考的是初始计量入账 因为他是打算 而且有能力将此投资持有着到期 他的入账成本是买价减去到期 没收利息加交易费 显然他比这个短线多了个加交易费 再有后续计量这块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短线后续计量 比这个债权投资的后续计量要简单 债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要玩真的 什么叫玩真的 你看刚才那个短线买债券 他顶多是利息到期 按票面吸走投资收益 人家这个的话呢 必须用期初的贪益成本 成为他的实际的内涵报酬率 测算每期的投资收益 而且要测算他的年底的贪益成本 也就是说这个债权投资 有两个极为关键的指标要回算 每期投资收益 和期末的贪益成本 提减值呢 哎呀 这个提减值 你得看他的比的是谁 可收回价 发生减值迹象提减值借的是 信用减值损失贷的 债权投资减值减备 这个减值是可以恢复的 但是不要超过集体数 如果提了减值 就会出现 债权投资减区 债权投资减值减备 那个差额叫账面价 也叫贪益成本 我们说的那个账面价 和贪益成本是共用的 一个词 你别把贪益成本理解为 债权投资的账面欲 这俩是不一样的 贪益成本说的是账面价 是减价 当会提完减证后 后头怎么办呢 后头的话叫新本乘以新率 所谓新本就是新的账面价 新率就是新的内涵报酬率 这样来算 重分类为其他债权投资 主要盯的是 他那个差额怎么办 什么增值代计 贬值借计 其他综合收益 增值为利得 贬值为损失 其他综合收益 在处置金融私产时 将来转投资收益 最喜欢考这个了 其他债权投资呢 其他债权投资 是介于短线和债权投资之间的一个 又想卖 又想持有着盗期的 这么一个双重 很矛盾的这么一个债权投资 很纠结 这种 他的初始计量和债权投资一模一样 叫买谁向谁 他是买价减期到期 没收息 加交易费 与债权投资几乎是一样的 而后续计量 算投资收益和他一成本 与债权投资也是一样的 但他多了一道手续 他需要根据期末的台一成本 结合他的最新供应价 算出他累增累减的多少 再看他层增层减的多少 然后算出追增追减多少 这个呢是他的特色 要期末调个供应价 那那个供应价调哪去 调到叫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的话呢 等其他债权投资卖掉 是应该转正式的投资收益 提简值是个坎 提简值的话呢 他采取的是两条线 先怎么办呢 先算出累积下滑多少 然后从中抠出有多少 转位性减的损失 而将来恢复的话呢 也是先做一个 公允的恢复的一个总处理 再从里面抠出一部分来 充减性减的损失 这个简值合算比较啰嗦 是难度最大的 然后就是卖掉它 卖掉它的话 差价走哪走投资收益 那么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期的曾经出现过的 其他综合收益 在处置当时转位正式的 投资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反而简单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在核算上极其类似于 长投成本法 首先从入账来讲 是买价减去 已经宣告没发的 红利加交易费 然后呢 持有期的分红呢 走投资收益啊 起码供应价波动呢 走其他综合收益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处置时是转留存收益 处置时差额走留存收益 这不用说的啊 这个是他的一个核算 这个比较简单 非常通俗 应付债券 这个和刚才的那个负债的 非流动负债 讲的是重的 主要是对应付债券的 什么发行价 跟利率什么关系 美其的利息费怎么算 他一成本怎么求 我觉得这块最文章多的是 可转债怎么办 可转债涉及到一个负债成分 权益成分的玻璃 以及发行费在负债成分 权益成分之间进行的 二次玻璃 另外呢 就是可转债本身的利息费 怎么提 他一成本怎么算 转股时的股本怎么算 转股形成的溢价 如何推算 这些都是关注的考点 金融工具 这个的确是非常的繁琐 而且金融工具的内容 不光是繁琐 好多东西是听不懂 看不懂 学不会的 那怎么办呢 你记住啊 我们这个筑块呢 它这个教材 其实就相当于会计的百科全书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点都吃通 我们只能说有所条件 你比方说像金融工具这块 讲的继续涉入 套取保值 你说这东西是考点吗 你不能说它不考 但是它考的概率非常低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考注快 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工程 什么叫机会主义者 这个卷子里面一百分 有一部分分 你是永远拿不到的 就我去答 二二年最难的那个卷子 我大概答了85分 为什么 有些分啊 你是根本拿不到的 你像他那个抠脚缝的题 你说你怎么拿 你根本 你除非拿着书去现抄 且能看到 你否则看不着的 而且的话呢 他考的很多东西 是超越了这本书的内容 怎么可以这样子 当然是了 注册会计师们号称 国内第一大会计难点 那是最高级别的考试 他的出题人 有很多是一线审计人员 那你想想 他审的时候呢 有些业务他不会啊 然后呢 就拿到了一个会计上讨论 大家讨论完以后 这个题挺好 然后把它出成考题 这么玩的话呢 我们就会被玩死 也就说呢 这个题书上根本都没有 你像他那个第一张事件 那个套瓦题 什么母公司 持有子公司 子公司又持另外一家子公司 这种题 我告诉你 书上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 永远没有答案 都得去临场发挥 我告诉你 初题人 你让他在考试的状态下 没有做任何讨论 自己做他也做不出来 因为他是经过多次讨论 形成的一个答案吗 人家是喝着茶水 聊聊天 讨论一天 得出一个答案 我们在三个小时里面 去玩定这个题 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有些题是 你肯定是不让你答分的 注册会计是永远是 有一分分 大概十分到十五分吧 是你拿不到分的 我们说过很多次 你要盯的是那85分 85分能拿到 你就OK了 一定要记住 不是说所有的点都要会 你只能说尽可能的多会 但不一定能够把所有的点都把握 你做不到的 我都做不到 你更做不到 这书我都翻了二三十遍了 有些东西我一人记不住 所以说的话 你像刚才集中工具那个 我刚才提的那是最基础的 那些鸡脚嘎懒的 什么套机保值 继续摄入 什么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那个你说你看不看 有没有性价比 有 就是你费好大劲 可能拿的分 连一分都不到 但是也可能倒霉催的 他就碰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题 这个时候呢 有一定的机会问题 有一定的这么一个 投机的问题 你只能保证 我在目前的时间 尽力保证下 要拿到最多的考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性价比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所以说我们刚才 那个集中工具 没有展现多少考点 但是讲课的话 我都跟你讲 原则上 你能多看 尽可能多看 租赁 跟那个性质差不多 也是特别的繁琐 尤其那个特殊租赁 但是呢 你说我们考的话呢 这个考到什么程度 现在是这样的 这三年考下来 租赁是18年发布的吧 19年开始考的 18年就有提示下 这考了这几年下来 基本上就在疫情这几年 一直在考租赁 22年的租赁考了 哎呀我的天啊 考了大概四个题 售后回租啊 什么这个中间改租赁的调整啊 等等这些 全考过了 全考过了 所以说呢 对租赁这张的话呢 我们目前来看 它是热度不减 先看租赁的界定 租赁界定全是理论 看懂就行 承租方的处理 主要是盯准那个 承租方的一般的租赁 像省权私产的初始计量 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 这点呢 我们先定个性 承租方 租赁私产的本质 实际上有点像 分期付款买固定私产 分期付款买无形私产 它的本质是借钱还钱 因此呢 你的入账 核算 其实就是一个借钱还钱的一个实质的路子 后续计量 包括它的后续提息 包括使用权私产的后续折旧 以及它的租赁变更 还有一些短期租赁 和低价的租赁的简化处理 目前考这些都考过了 全考过了 出租方这个目前考的很少 而且我发现这个租赁准则的话呢 因为这个出租方没改 它改的是承租方处理嘛 出租方这就没什么可考的 几乎没什么提 近期来看 没发现出租方考题 什么租赁分类 融资和经营被 融资怎么做特殊租赁 是考的最多的 特殊租赁 转租赁没考过 目前没考过 但是生产的产品用于租赁考过 售后租赁也考过 基本上这几年 疫情这三年呢 把租赁都快翻熟了 翻熟了 考了无数次 几乎是边边角角 抠了个干干净净 那他二三年还考完 这个不好说 反正近几年 没有什么新的准则和热点 租赁依然是热点 第十五章 持有代售 持有代售 我觉得一直是认为 它是一个小题 它也可能会作为一个计算题的 一个边边角角来出现 在这儿呢 一定要注意 非流动私权处置组 定位持有代售的一些 必备条件要知道 另外一些具体的应用 比方说 专为转售而取得的 非流动私产和储置组 怎么办 持有代售的长头如何处理 逆结束使用 而非出售的 非流动私产和储置组 如何处理 这些呢 是一个简单的提纲 实际上对他来讲 主要是一个 基本的账务处理问题 难度没有 还有他的一些 什么定位持有代售前 定位持有代售时 定位持有代售后 包括他的猎豹 包括中直径的猎豹 这些都有可能做单选呢 多选呢 进行理论式的综合测试 这块没有什么太大的题 都比较单纯 所有的权益这一块呢 我觉得 是最少的考点的 包括什么失收资本增减变动 这个失收资本增减变动 主要是考那个库存股 就是回购股票的账务处理 考得最多 再有呢 资本攻击这个呢 主要是考那个 发行股票的发行费 发行费 从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不够充的 从流存收益 这个考得最多 那个其他资本攻击 基本上不考 弥补亏损三种情况 税前弥补 税后弥补 以及盈盈攻击补亏 大家务必注意啊 税前税后 只是一个计算应税所的 要不要把以前亏损 抠掉的差别 税前弥补是说 先把以前的亏损 抠了之后再交税 交得少呗 税后弥补的话呢 是不得把以前的亏损 抠了之后交税 这样的话呢 交的比税前弥补 要多得多 显然咱们国家采取的是 如果你这个亏损 是刚刚发生五年 五年内的叫税前 超过五年叫税后 但是无论税前税后 既然没有单独的账务处理 它只是一个计税的标准 不同而已 盈因攻击补亏的话呢 则是从盈因攻击里面 甩出一块来 去贴到这个未分利润代方 本身的话呢 盈因攻击补亏 盈因攻击补亏 本身不会造成资产变化 负债也不动 所有权也不动 它只是所有权的内部的 结构的一个再调整 这个将来再细说啊 留存收益这块呢 主要是提盈攻击 很红 对啊 这些基础账 这块其实考过什么东西 这块真没考过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非常的担保 他考过一个什么 什么谁谁谁 没有造成所有的权益的 总额变动 只是内部结构变动的 业务的一个分类 资本攻击 转增资本呢 盈攻击转增资本呢 盈攻击秘密不亏损呢 提取盈攻击啊 对这些东西 他考过一个识别 但仅此而已 第十七收入 注意啊 这是个大头 这是个超大头 收入这一张的话呢 是整个的我们学到目前为止 这过了几座山了 长头是一座 金融工具算一个 如果把租赁算上 算第三个 这应该是第四个 租赁的话呢 现在那个山 我觉得倒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我认为租赁应该不算是一座山 它比较单纯 事还是比较少 收入是真正的是一座山 收入它涵盖了我们会计六要素的后三个 你别看这张的话呢 叫收入 其实人家的全名叫什么 叫收入费用和利润 全名叫收入费用和利润 正好是会计的后三个要素 可以说呢 会计的半壁江山都在这张里面 这张里面将收入的各种各样的业务 全部给你翻开来 倒过来 拴过去 倒过来 拴过去 这么来回倒 可以说呢 每年这个这张综合题的概率 几乎能占到30%到40% 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它出的是哪一种收入 不对啊 我们这都练过了 怎么会呢 每年都有新生业务出现 今年出了个什么东西啊 哎呦 就是那个生物科学的什么 什么检测核呀 什么癌症筛查呀 你看吧 明年都没好弄一个新冠筛查 这都说不准的 因为它每年都有一些新生业务 它一定结合最新的业务 然后匹配在收入的这个理论上 也就说呢 每年都是用一个收入的理论 解合一个当今最热的业务 给你出成这种收入题 哇 这种题我告诉你啊 你提前练无数次都不好使 你只能练一个核心的原理和规律 到时候是临场应用 叫怎么 叫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 22年的第一张实券 那个收入题 我就是随机应变 我都会做 其实很简单 看着复杂 外包装 看着花里胡哨的 其实内核就那么几个东西 来吧 五步法背过 收入的五步法 识别合同 识别单项里约用 确定价格 分摊价格至各单项里约用 履行义务时确定收入 你必须把这五步法的 每一步的理论应用和特殊情况 要全部掌握到位 这个五步法 我们大概需要讲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因为你一个人拆啊 你看识别合同 识别义务 确定价格 然后怎么着 分摊价格 履行义务 这不五步吗 这五步的话呢 三个小时都不一定打得住 这里面的话呢 有太多的特殊和一般情况 我就没法说了 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第17章 你的掌握的重点 要比长期股权投资 更加提起精神了 因为他出的那个分 考的内容 无所不报 这张既然没有不是重点的 都是超级重点 说这个第17章 哪些不考 没有不考的 这张比长头更重要 它的边边角角 都有可能给你转化成大体 甚至是综合体 所以我们在这儿 就没法划范围了 什么确定价格 可变得怎么办 融资怎么办 非现金对价怎么办 应付客户对价怎么办 这些就没法展开 一展开的话呢 我们这个预期班就变成政客了 总之这五步法的每一步的理论要听懂 每一步的特殊情况要会识别 每一步的账务处理必须要会 合同成本 什么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履业成本 这个呢 实际上是讲的那个劳务企业 尤其是建造合同 那是重点 特殊的话 现金折扣 商业折扣 销售退货 销售折让 负质量保证条款的销售 主则代理 售后回购 储值卡 奖励积分 这东西全了吗 不全 这才七个了 这只是样本 叫规律 那么考试的话呢 一定是在这些样本的基础上 给你包上一个最新的业务的外衣 让你做账务处理 你像他给你玩的那个叫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癌症筛查的那个 什么试纸的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 履业有的分拆问题 完全就是一个全新业务 然后呢 给你包装之后 出来 这种题你是永远看不到的 就永远你是想不到的 在任何一个试题色上 都做不出一个 跟考题一模一样的收拾题来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们这张的话呢 必须讲求叫灵活应用 一定要活 一定要活 我要活 我要灵活 对 就是我要灵活 你不灵活的话呢 这个题就全满 而且这种题一出就是15分到18分的综合题 你一旦靠死定备是搞不定的 他不想考会计师 会计师的话呢 基本上你看的那个题和攒练的差不多 注册会计师的收入题 一定是内核都一样 外包装一定不同 他一定给你包一个 你永远没见过的有 这就是他的注册会计师的威力 也就是注册会计师的魅力 考注会特色 刺激 魅力就在这 做这个题过瘾吗 做完之后非常有成就感 因为他是一线人员出的题 那个题都是解决实际问题的 他不像我们说的考会计师比较死板 人家这个讲求的就是 因地之以 灵活应用 讲求的是将理论跟实践完美匹配结合 总之这张我就不说了 这张全是重点 无所不包 权力以赴 你拼了命的也得把它考过 把它学会 才能搞得定这个综合题 22年的收入出了多少综合题 我告诉你 半壁江山全是收入 半壁江山全是收入 出了八张试卷 一半全是收入 你想吧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 资产相关 收益相关 这个呢 考过收入 结合他的一个大题 这块呢 主要是识别 到底是不是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的话呢 朱特埃及是22年考过一个大题 想考的很单纯 很单纯 是计算题 他就喜欢考这种 柔的一块的政府补助 让你识别 谁是资产相关 谁是收益相关 然后让你做账户处理 但是我觉得这个 政府补助 最喜欢考的时候 和插错更正结合 他给你弄一个政府补助 他先给你做一遍 然后他做的是错的 你把它改过来 那才过瘾了 政府补助 第十九章 所得税 所得税 我想不用再说了 全力以赴 所得税这个点非常小 但是它是个卡脖子的点 你像我们考和平报表 有所得税 你像咱考收入 也有所得税 考会计调整 百分之百有所得税 离了所得税 它这个综合体的味道就不对了 所得税这块呢 包括它的理论部分很简单 资产差异 负债差异的认定 没有资产负债形成的这种 暂时性差异的认定 包括超标广告费呀 弥补亏损啊 等等这些 特殊资产商业的差异认定 和政府补助的差异认定 还有什么常见的永久差异 首先第一组就是怎么识别差异 第二组的话呢 就把它传在一块看 这都是有套路的 税前利润 什么加减永久差异 四个 可底扣加减 新增可底扣加 转回可底扣减 新增应纳税减 转回应纳税加 然后算应税所得 乘以税率算应交所得税 DN资产机借方是可底扣差异 代计的是转回可底扣差异 DN负债代计的是新增应纳税 转回应纳税是借计DN负债 等等这些最后挤出所得税费 这张实际上就考察数 应交所得税 DN资产DN负债跟索得税费就杀数 但是它的变化太大了 可以这样说 我们所有的这个数据收支 都要在索得税这进行汇总 这是个卡脖子的环节 这个脖子就跟长庚祖一样堵在这了 你如果不会做的话 这个数据后边就出不来 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点 而且的话 这个点是一个极其咽喉要塞 是整个收入费用的汇总的临界点 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全力以赴认真掌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